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事实上 这个店和李小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据圈圈了解 最近几年来 李小宁也一直在和这家餐饮打官司 要求餐饮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形象 并且要求对方在媒体版面上连续90日澄清 与李小龙无关 不过9年过去了 这家餐饮依然是他强任他强 丝毫不动摇 对此有网友表示 支持李小宁维权 还有人对2.11的赔偿提出了疑问 蓝额更劲爆的是 有曾经在这家餐饮工作过的人爆料 里面的餐具很脏的 水池都要变黑色都不坏 晚上剩下的饭菜我们员工都不吃的 天了 罗 如此没良心 劝劝劝劝你还是善良心吧 欢迎各位 这就是娱乐圈每天早晨8点钟准时大卡上线 我是今天的圈主播希希 24号晚上的时候呢 马荣晒视频其中卖蒙都嘴心情大好 而且称自己的这一天呢 是重生的一天 随后网友们就开始猜测纷纷了 有人说嗯 他是不是有了感情的新动向 还有人说呢 是因为2018年的12月24号是马荣跟王宝强离婚分财产 确定数额的一天 分了这么多的钱 难怪是重生了一天 那么大家这次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言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小编 烈道图写的圈中梦料 一起来要解一下 评论下回复祝福的粉丝中 也有人担心自己的女神是不是自己一人孤单的过节 而且前一天 前男友李晨导演的处女做空天烈 专出出品方因为给投资方支付投资款及固定收益而发生投资纠纷 涉案金额高达1725万 而范冰冰名下的公司爱美神 也是联合出品方之一 粉丝担心她过不好这个声大 然而放心 冰冰不在纠纷的双方主体里 当初投入电影也相对有限 没要片酬就已经给李晨减少了不少压力 这事跟她已经没多少关系了 不信 你没看到昨天有网友在东京银座街头购物时 偶遇犯冰冰本人的新闻吗 人家这个圣诞嗨批的不行 正在银座逛街购物呢 有粉丝关心的 在国外好好工作 圣诞快乐 别只记得买买买 还被犯爷翻牌 怎么那么了解我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什么前男友 什么投资失败的沮丧 不存在的 节日气氛浓 家庭最温馨 昨日李小璐就在社交媒体上筛出短视频 携甜心出镜 庆祝圣诞节 只见视频中李小璐与甜心同穿粉色系 面对镜头超happy 两人相互依偎的情景也是real温馨啊 除了发布视频外 李小璐还暖心配文 祝大家圣诞快乐 平安喜乐 虽然视频只是几组照片拼接而成 但苏粉色的滤镜和时下超火的镜头显示方式 都让网友们忍不住感叹 李小璐绝对是小视频达人呐 看到母女俩人气色好 不少粉丝纷纷点赞祝福 but瓜友们的关注点嘛 可不仅在拍摄技巧 更是focus女大十八变的甜心 明显已经展开的小姑娘被大家发现超级像爸爸 更有夸张的瓜友表示 简直翻版加奶量啊 哎 没位 不管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人家基因都是没得说 咱们就坐等小姑娘长成大美妞吧 新剧开播期间 终于不再低调的姚迪 日前不仅与成龙 郑爽等人一起出席冯小刚新电影的首映礼 近日她又被拍到与好友在某餐厅聚餐 饭闭后 姚迪独自走出来 只见她身穿白色羽绒服搭配牛仔裤 戴着帽子 并没有做其他遮挡 而周围的路人也没有把她认出来 出来以后 姚迪静直来到坐驾前 然后四处招望 似乎是在等人 不久后一位年轻男子出现在她面前 与她闲聊起来 而此时姚迪的手上拿着一个礼品盒 仔细一看是某著名奢侈品牌 价值不菲 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 姚迪随即便露出了幸福笑容 小迪心中也是乐开了花 见她对礼物十分满意 那位男子也放松了许多 随后姚迪指了指自己坐驾的方向 紧接着与男子挥手告别 在回头嘱咐她几句以后 姚迪这才转身前往坐驾 然后上车离开 如今姚迪的事业爱情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还能收到好友的礼物 实在是让人羡慕呢 今年11月 国民老公王思聪突然被爆投资连续失礼 旗下多家公司先后关停和股权被冻结 还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 执行标额高达1.5亿 本月24号事件迎来了转机 王思聪履行了和解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5000万 仲裁纠纷一案以和解解决 法院将对该案做结案处理 有王思聪好友透露 这次让王思聪脱离困境的 其实并不是其父亲王健林 而是他的老母亲林宁 法媒指 林宁家族旗下拥有众多产业 他与王健林既是夫妻也是合作伙伴 林宁的财力不比王健林弱 王健林名下的万达集团 一是上市公司 涉及股东利益 不能高调动用公司的钱款去救儿子 但林宁本人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 好爽的给了一个亿让儿子还债 昨天有媒体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发现 上海京安法院对王思聪发布的三条限制消费令已经撤销 但北京二中院的限制消费文件还可查询的 唉 执行案已和解 解除对被执行人采取的执行措施也需要时间 而且由于申请人未向北京二中院 申请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等因素 北京二中院并未对王思聪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措施 如今原本剩余的一个小目标变成了半个 相比聪聪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稍微省省就出来了不是 母娃仙胖爹 近日刚升级为人妇的何优军参加某聚会 被中网友调侃脸大了一圈 翻看一下照片 何把鼻上针白衬衣搭配黑色西裤 黑皮鞋显得相当概念成熟 只是不见太太西梦瑶 诶 容得C位的这位女士很眼熟啊 这不是她妹妹何超新吗 据悉 这次何优军参加聚会 主要就是为了陪妹妹 但话说回来 富二代聚会都要特意着装嘛 女生们都是黑色礼服 男生都是白衬衫长袭裤 网友肉肉调侃 有点像伴郎伴娘的聚会 还真是很酸呢 道场的巨男两女大合影时 特意将C位留给了何超新 而何优军只坐在了最外面 明显加了美颜的照片 都无力修饰她圆润发幅的眼旁 会不会是边缘变形的缘故啊 网友又看了其他合影 真是比求婚的时候胖不少呢 丢酷独播的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虽说大腕歌手音色独特 但每期总有那么一两个 让人摇摆不定的声音 BUD在最新一期的蒙面唱将中 几位歌手在开场表演环节中 就被羊友粉丝认领完毕了 有一束光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刺眼 你的视线是两件 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我逆着光却看见 就是不看这小手双 大幕也能秒速分辨叶亚伦的小嗓子 爱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还有特别弹幕表示不知道是谁 圈圈给你科普一下哈 好听的我想哭啊 这么特别的音色 全程不可能听错 当然全世界也听不错的两位 就是鼻孔看人独小兽 暗得放风筝的阿雕 伸出你的热情 伸出你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平凡却不甘 平凡的溃败 你是阿雕 你是自由的鸟 这个还戴什么面具啊 是啊 大幕都拼命爱的曹哥张绍涵 不要裸奔 来裸奔的不止前几万 后面更是明显的不要不要的 接下来 宪哥你唱 宪哥换你哦 宪哥你唱的 好 最后的最后 这大长腿刚办了演唱会 再一张嘴 粉丝都在弹幕上炸开了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都不用纠结了 粉丝分分钟就把各位裸奔歌手的名字整整齐齐列出 严雅伦 刑海鸣 曹哥 张绍涵 吴宗宪 吴启贤 大张伟 刘宇宁 错一个算我说 昨晚圣诞节有多少人是在加班中度过 快让圈圈看到你们的双手 哎一姑果然同样的世界同样的设处 不过有位月妈突然上线为我们送来了运气 原来昨晚唐妍通过微博晒出自拍 并配上一棵圣诞树的表情 然后 然后就没了 哎呦呦 屋里烟结果然人美化不多 一个表情代表所有 照片中 唐妍披着长发化着淡妆嘴唇白皙 即使戴着眼镜也难以遮掘她爱笑的眼镜 看来产前的唐妍不仅心情大好 而且气色也是一级棒 满满的少女感还是熟悉的味道 自美照曝光后 很久没有看到唐妍的粉丝们纷纷围观 并留言道 漂亮姐姐终于来了 想念 圣诞快乐 超级期待唐宝宝的出生 照顾好自己 唐妍永远在 对此圈圈也想说 希望月妈每天都能送来好运气 我们年会才能中大奖啊 默默的 昨日 有网友爆出日本女性木村文奶 与丈夫于今年4月秘密离婚 木村文奶所属的事务所 也在社交平台上承认了这件事 举些 木村文奶前夫是他事务所的演技指导老师 过去也作为演员和编剧进行过活动 而木村文奶厨艺 那叫一个棒 摆盘也是相当精致的说 被誉为艺能界最会做菜的女艺人 哎呦呦 看上去这么登对的小夫妻 16年公布结婚 才过三年就选择离婚 圈圈都忍不住好奇 两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木村文奶所在事务所的社长表示 离婚原因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和 不过据网友了解真正的原因 是两人聚少离多 因为彼此工作都很忙 连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也几乎没有 于是木村文奶先提出了离婚 并不是发生了男女之间的纠缓 至于为什么没有公布离婚 是因为两人以夫妻间没有必要伤害彼此 而做出了这样的结果 有网友听完惊讶不已表示 才知道姐姐结婚了 还有网友表示 感觉她是维二结婚后 比结婚前爱红的女演员了 不过还是有粉丝开心表示道 我又有机会了 对此圈圈想说 秀得无礼 木村文奶是我的 达光很久远 娱乐圈不停 这就是娱乐圈 明天早晨八点钟 带你皮卡的带你飞 让你秒边圈利人 我是希希 这就是娱乐圈 我们下期待你接着圈 你�وسai�� 尽量 这世界很酷 乱蔻